王露飞刚刚获得超能力 身体可以像橡胶一样柔软 但此时他的身体细胞再次发生了变异 身体变得扭曲膨胀 最终彻底化成了一滩水消失了 教授刻不容缓地戴上增强器定位小淘气的位置 可刚戴上头盔 模型女下的毒瞬间入侵了他的大脑 直接让他昏厥了过去 为了阻止老万的计划 清清出了一切已的有毒液体 然后自己戴上增强器 但现在的他能力还远不及教授 忍着剧动找到了小淘气的位置 原来老万是要把磁力仪放到 正在举行联合国峰会附近的自由女神像上 通过释放辐射 让在场的各国领袖都变成变种人 很快小淘气和能量也已经被送到女神像的火炬上 众人随即驾驶飞船前去阻止老万 他们来到目的地 狼叔穿过安检时却发起了警报 他直接拆了安检门 看到大家投来的目光 狼叔直接发出了爱的回击 就在众人刚走进去 一尊视相突然睁开了眼睛 好在真狼叔及时发现将棋扑倒在顶 两人同时伸出了钢爪 但假的终究是假的 没过两回合 狼叔就占据了上风 另一边雷射眼的人也遭到蛤蟆怪的袭击 伸出大舌头将暴风女人飞了出去 看到独自一人的琴 他却跳起了蛤蟆舞 琴使斩出超能力将他钉在了半空 狗药却却被一口浓坛吐在了脸上 还好雷射眼帮他击碎了浓汗 生气的暴风女犹如雷神附体 瞬间将蛤蟆怪机飞了出去 他用舌头缠住了栏杆 暴风女直接一招定好蛤蟆怪 随后暴风女来到狼叔的身边 但狼叔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他直接一个回首逃 好家伙 同样的把戏在你狼叔面前玩两次 你当我金刚狼是好惹的 随后当众人再见面时 雷射眼却分不清是真是假 随后几人正准备去阻止老万 突然狼叔就被钉在了墙上 其他人来不及反应也被相继钉在了墙上 雷射眼的眼镜也被剑翅虎摘了下来 老万还试图借此机会拉拢几人 一番无果之后 他便开始对小淘气传输能力 很快便开启了磁力仪 此时狼叔刺穿了自己的身体 振脱了束缚 接着几人默契配合 利用雷射眼的超能力 将剑翅虎打了下去 随后暴风女刮起大放 接着琴控制着狼叔 将他送到了磁力仪上方 可狼叔刚要追悔磁力仪时 却被老万拦住 狼叔使出了全身力气 对抗老万的磁力 刚把都掰弯了 千军一发直起 雷射眼一发激光打中了老万 狼叔也正接毁掉了磁力仪 蔓延的辐射警客 间烟消云散 这场危机也终于就此化解 但小淘气却昏迷不醒 狼叔只好传输自己的自愈能力 小淘气很快便醒了过来 但他自己的身体 却变得千疮百孔 回到学院里 狼叔得到了治疗 教授也苏醒了过来 教授帮狼叔查到了一个 有关他记忆的实验室地址 随后狼叔便踏上了 寻找记忆的道路 魔形女也没死 而且还变成王露飞的样子 老万则被关在了一个 纯塑料打造的监狱之中 这真的能困住场面人老万吗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